欢迎来到命运设计系 我是你们系主任简少年 今天我们受到邀请成为了一日客座导师 特别为闪亮人生保证班开课啦 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容易遭贵人的面相是长什么样子 不知道大家人生有没有认识那种 贵人运很强的朋友 什么叫做贵人运很强 就是基本上你躺平啥都不用干 所有事情别人帮你都想好好 然后你犯错的事情又格外容易被原谅 贵人运真的是非常好 以前有句俗话就是叫想瞌睡就来枕头 其实就类似这样子的状态 就是属于贵人运很强啦 周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当然有啦 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 他每一次只要是创业 都会遇到超级伙伴 他基本上只要做他想做的事 其他人都会帮他把所有事情做好 举例来说他只喜欢做行销 不喜欢管货啊 不喜欢管业务啊干嘛的 结果呢 其他周遭的人就会刚好出现这种 出货超厉害的啊 做产品超厉害的啊 跑客户超厉害的啊 而且都会跟他讲说 你只要把你的专业做好 你躺平就好 我来帮你赚钱 他这个贵人运真的是强到不可思议 然后他今天不管卖什么产品 他另外一个朋友就会刚好是 跟他是可以这个一业结盟或策略联盟的 然后他的朋友呢就会带着他一起发财 所以这些贵人运很强的人哦 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那除了这种创业之外哦 生活中的贵人运有没有 我也有遇过 我有遇过一些人哦 是他在求学的时候 都会有人给他笔记 所以他不上课不用抄笔记你知道吗 周遭的同学就是对他特别好 然后呢他每次犯错 老师笑一笑就过去了 所以你看这个贵人运是不是很好 这个真的是命很好的一个表现哦 那事实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哦 很多人都遇到婆媳问题对吧 就是跟这个公婆之间相处 遇到一些困境啊 然后男生就夹在中间 不知道怎么办啊 但我有些朋友面相 就是贵人运很强的面相 他一嫁进去哦不得了 嫁入豪门之后哦 这个婆婆视如己出啦 想干嘛就干嘛 还站在他这边帮他骂他儿子 叫他老公好好疼爱这个媳妇 这也是面相上贵人运 很厉害的一种表现啊 讲了刚刚以上那么多哦 其实我研究之后发现他们有种共性 这种人通常都是充满自信的啦 而且呢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笑口常开 笑啤啤啤你知道吗 整个人感觉就是很好相处 很好靠近 那毕竟呢你要有贵人的首要条件 就是大家要愿意跟你玩对不对 愿意靠近你亲近你嘛 如果你一看到你就给杀一名巨人运千里之外 那你怎么会有贵人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问说 老师你这个我也知道啊 可是有没有人面相上就是天生有贵人运 因为我们刚刚讲这种和蔼可亲 对不对 这个有自信是后天可以训练的 但是先天的这种面相有吗 面相上真的是有所谓的贵人运 很强的面相啊 尤其是第一种 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讲 大力推荐这个面相 订阅减少年的面相了啦 有没有订阅起来 当你要订阅的时候 你这个面相就会变成贵人运很强啊 对不对 至少你跟系主任可以有很多互动嘛 我们可以互相讨论对不对 也算是一种贵人的表现啊 感谢大家啦 我们已经突破20万订阅了啦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继续行善积德宣扬善道啦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们 还有分享给你朋友留言啊 等等的好不好 那我们讲了第一个这个订阅减少年的贵相之后啊 接下来要讲其他的啦 通常贵人运很强的是什么 第一个喔 耳朵很大 你去看很多长寿的老人家耳朵都很大对不对 耳朵很大的人喔 一般来说安全感很够 不容易焦虑 你靠近他呢 会莫名觉得很放松 你会在他身上呢 感觉到一种生活愉快的感觉啊 而这一种感觉呢 就可以让大家非常愿意跟你亲近 原因是靠近你的时候他会忘记生活中的烦恼 好像事情都变得很简单 老师我的耳朵其实就算是有点偏大的喔 所以你会发现喔 你是不是每次跟老师讲话 或看老师讲东西 就觉得人生很有希望对不对 所以耳朵一大喔 这个贵人运就会不错 尤其是小时候会很不错啦 第二个就是印堂要开 眉毛不能连在一起 连眉毛这个人就纠结 一纠结怎么样就钻牛角尖 钻牛角尖有时候会给人家一种小心眼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的印堂很开 可以放两根手指到三根手指 代表你这个人看很开 所以当你在面对朋友的东西 还有一些争执的时候 你很容易看开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如果大家看更开 自然怎么样不计较嘛 不计较大家就愿意帮忙你 所以印堂一开喔 这个人的贵人运也会蛮强的 再来还有一个是上下眼瞼 叫眼瞼开 什么叫眼瞼开 其实就是眉高居额啦 眉毛长在额头上 就离眼睛很远 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喔 手放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发现眼睛不会遮到 像老师我就遮到了 这就是不开 有的人是他遮不到 像谁 邱逸老师 邱逸老师就遮不到超开 这样的人的特色是什么 做事喔 有谋略 他对于人际关系啊 对于自己相处很多事情啊 不容易冲动 而且很多东西都在运筹帷幄之中 所以自然呢 大家也会想要靠近他 因为他很知道 跟别人要怎么样相处 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喔 再往下呢是什么 是法令文开啦 法令文一开喔 这个贵人运就很开 我们知道法令文在这嘛 对不对 老师我有一点 你知道有的人很多绕在嘴边 这叫太窄 法令文一窄喔 这个人想事情就封闭 容易被过去的成功困住 思想不开放 就像是什么 大家现在都在说 我们要数位转型 法令文很窄就转不了型 法令文很开的人喔 人脉也很广 他就转型会转得很成功 你知道我们在交朋友 有时候很讨厌别人怎么样 很讨厌别人一直谈当年勇 一直跟你讲说 我以前怎么样 以前怎么样 你们现在年轻人就不好 你看这样年轻人怎么会帮你 但是呢 如果你法令文一开 你会发现年轻人很喜欢帮他 很喜欢跟他讲话 因为这个人思想很开放喔 再来是还有一个叫捧场文 就是你笑起来之后 这里要一条一条的纹路 这叫捧场文 捧场文越多喔 说笑话越有人捧场 那我们知道贵人要多的吗 说话至少要有趣 大家愿意听你讲嘛 所以一旦你捧场文很多喔 这里很多条的话喔 代表的是你平常啊 在吃饭的时候啊 交朋友的时候啊 你说笑话 大家会捧你场 那自然呢 大家觉得跟你相处开心 就容易帮你 再往下呢 是鼻子 鼻头要有肉 鼻头越有肉喔 这个人喔相对来说 比较接地气 鼻头没有肉的人 像老师我这个鼻子比较窄 鼻头没有肉 我个人就没有很喜欢 跟大家什么出去玩啊 吃喝玩乐很少 所以我在这种交际场合 就没有那么擅长 但是如果今天是鼻头 很有肉的人喔 他各种吃喝玩乐享受 样样来 而且还特别懂 那自然呢 大家就喜欢跟他一起玩嘛 就会有机会帮他嘛 贵人就会比较多嘛 再往下呢 那是什么 是嘴巴笑起来要大 因为嘴巴呢 张得大 嘴大吃四方 这个人呢 他内心比较开放 他对于很多事情呢 不会一直去泼人家冷水 你知道嘴巴太小的人 就你看到樱桃小嘴喔 他们通常在别人说话的时候 会去泼人家冷水 原因是因为他相对 没有那么有信心 但是嘴大的人不一样 嘴大的人是很容易鼓励别人 他会说你这个好 有大好的未来 算不一定啦 但是你有大好的前途 那至少我们给人家温暖 到时候人家真的成功了 就会回来帮你啊 对不对 再来就是最关键 是牙齿 没有想到吧 面相学里面也是有齿相学的 牙齿第一个要整齐 整齐的牙齿 为你带来好的桃花 同时间贵人会靠近你 因为你不会垫错人 牙齿一乱都会垫错人 吸引错的人来当伙伴 吸引错的人来当这 就是不太好的一个状态啦 那亮白的牙齿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牙齿要好 在古代齿相学有讲 第一个是怎么样 齿如璞玉 牙齿要像玉一样 就很亮很亮 然后整个牙齿呢 又白又亮的时候呢 代表说你这个人脑子聪明 思路很清晰 也会有很好的运气 再来是你想牙齿一白 你笑起来就好看嘛 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相信你 会觉得这个人前途无量 因此就愿意靠近他 另外一个点就是 为什么璞玉会这么吸引人 原因就是人类看到牙齿的时候 你觉得牙齿白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种信任感 而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牙齿白的人呢 他的这个自信也不一样 因为他敢笑嘛 他牙齿白嘛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 我感觉跟他一起做事情 感觉跟他一起相处 我会成功啊 对不对 所以牙齿一白 我告诉你贵人运就不得了 所以我们常听过一句话叫什么 叫唇红齿白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富贵的象征啊 只要唇红齿白哦 这个年轻人必然有前途 必然会成功哦 所以牙齿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 有一些这个爱喝咖啡 或是爱喝茶的同学 可能就会担心说 老师 可是我牙齿已经黄掉了 回不来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方法 这就要感谢我们的家长会的家长 好莱全亮白的 散亮人生保证班哦 推出了 好莱密泡小苏打牙膏 让你拥有亮白的笑容和自信 提升你的贵人运哦 好莱密泡小苏打牙膏呢 使用的是食品级小苏打配方 当你在刷牙时 会产生绵密的泡沫 将你的牙齿温和抛光 非常适合每天使用 让你维护亮白牙齿的同时 也保护你的法郎值啦 跟大家分享啊 我自己使用之后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属于特别白的人 喝茶还是非常喜欢的 毕竟各种茶类是台湾的骄傲嘛 可是呢 在这个刷完之后呢 其实我个人是有吓到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泡沫很绵密耶 以前我可能就随便乱用嘛 也没有用这种比较好的牙膏 就一刷起来觉得整个不一样哦 我真的有感觉 它比较白一点哦 而且白一点的时候 早上起来照镜子照久 你会觉得今天好像比较好看 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就觉得 今天我好像多笑一点哦 就会更加笑口常开 贵人呢就越来越多了哦 所以呢 我觉得使用这块牙膏呢 真的是蛮棒的一件事啦 讲完了老师我个人的用法之后 还是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啦 这个好来全亮白哦 是台湾销售第一的亮白牙膏品牌啊 是这个亮白的专家哦 它有全系列进阶的亮白牙膏 牙贴 牙刷产品等等 会为你的闪亮人生 助一臂之力啊 搭配正确的刷牙习惯哦 闪亮人生就离你不远哦 如果呢 你说老师 我的面相上都没有 你刚刚讲的那些怎么办呢 我告诉大家 怎么样可以增强你的贵人运哦 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脸要变圆啦 因为脸变圆之后 圆这个东西哦 自然会给人家清静感 你看这个哆啦A梦对不对 跟各种你看到可爱的 这个米老鼠是三个圆对不对 只要一圆呢 这个人就感觉友善 大家就愿意帮你 所以你看老师戴这个圆眼镜 而且随着频道越久 订阅数越多越来越圆 就是因为大家贵人运的帮忙啦 所以让自己越来越圆 是很大的关键 穿衣服也是哦 越穿越宽松 越宽松贵人越多哦 如果你穿得很fit 这件事情就会相反 你要穿得很宽松 让大家觉得你很年轻 人类呢 是没有办法拒绝帮助幼太的 就是你看到一个小动物的时候 你会觉得就好可爱 你会有个生理本人 你会忽然就觉得他很可爱 算是一个理性一想 觉得离他远一点好烦哦 但是呢 人类的底层里面 就是对于年轻的东西 幼太的东西 就会感到可爱跟亲近 而自然呢 他愿意帮忙 所以你穿得越宽松 整个人都圆呢 你的贵人运就会越来越好哦 而除了变圆之外呢 最简单提升贵人运的方法 还是拥有亮白的笑容 有了亮白笑容之后呢 世界对你更好 就会发生更多贵人运的好事情啦 而你人生就会更加顺利哦 好 我们这一集说了 这么多贵人运哦 最后还是要再提醒大家 天助自助者 基本上呢 你希望大家来帮你 你希望天来帮你 你自己还是要帮助你自己 因为你的命运 还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的哦 所以贵人相助 虽然是别人来帮忙 但是呢 终究是你自己还是要去努力的 还是要去奋斗的 才能够把这个机缘给抓住 更重要的是你平常就要有当别人贵人的心态啦 如果你只是索取都不付出 相信我这个贵人运绝对不持久 因此呢 你必须努力之外 还必须也成为别人的贵人 行善积德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命运呢 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哦 好 这里是命运设计系 我是你们系主任 简少年 我们下次见 拜拜